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统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约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尖叫板可在豆瓣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清贫南城人 不经打击老天真 自古英雄出炼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成气 托马长枪定乾坤 灰郡县里山河在 李明扬威 传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气的品 听大鱼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 朱沙盖尼 徐富谢三人成虎 后发制人 宋文帝抢先下手 宋文帝那边可抢先行动了 他把屯兵广陵的谭道记招入健康 对之安抚 然后下诏 公开徐富谢三人杀二王的罪行 命有此捉拿徐富二人 对于谢惠啊 他则派刀燕之为前锋 谭道记为后继 今日争讨 并且让雍州刺史刘翠 阻断其向北的退路 谢教正在中书省支着班呢 风声一动 立即派人通报傅亮 宫内要行动了 傅亮找了个借口 马上跑回家 又派人告诉徐宪之 徐宪之自从归正以后 一直心惊胆战的过日子 听了消遇之后二话没说呀 一个人跑出城西 找了个烧桃的土窑 在那上吊 死了 傅亮出城逃跑呢 也许是想死的 兄长傅敌的墓前 弹袋上呢 被囤旗校尉郭红啊 给抓住了 文帝专程派人送召 说一复工在江陵营驾之城 朕当宝米诸子无恙 傅亮是仰天长叹的 我傅亮受先帝之托 废处昏君而立明主 是为社稷着想啊 欲加之罪是何患 无辞 于是一片刀光血影 傅亮被斩首 妻子儿女迁往建安 一同被杀的还有 徐宪之的两个儿子 以及谢慧之子谢世修 谢校暂时收押 只有徐宪之的哥哥 侥幸被赦免了 现在可就剩下谢慧一个了 宋文帝向谭道记呢 求教讨伐谢慧的方略 谭道记呢 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啊 十分了解 微臣呢 曾经与谢慧一同随先帝北伐 入关大战中的计策 十有八九都是他县的 他的策略自有过人之处 但是呢 他有一致命的缺点 什么呢 就是从来没独自带兵打过仗 指挥作战 恐怕不是他的常处 微臣呢 也了解谢慧的才智 谢慧也了解微臣的勇武 如今我奉命逃逆 一战必擒他前来 宋文帝听了很高兴啊 立即下令戒严 但只谭道记等诸君并进 攻打谢慧的将领 谢慧也已经得到了 徐宫二人的死讯 于是传习天下 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 以弟弟呢 为静灵内使 一万兵士留任 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翠 然后呢 自领兵两万 兵法将领 周见众多 那江面上真可以说是连争一片的 这也算是一个盛景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 旌旗必日威威壮观 谢慧登高愿望不禁感叹 可恨的 不能以此大郡为秦王之事 哎我怎么打的现在 我竟然啊 打的不是这个秦王的战争啊 反而要跟皇帝对着干 是吧 谢慧顺江东下 部将于登之很快呢 就逼近了段之进驻的彭承州 就是今天湖南岳阳东北 位于长江南外 中兵参军孔延秀 攻打彭承州 段之的部下消心大败 丢掉了彭承州 向东溃退 段之军心浮动 重将的都想退守到下游下口 段之呢则坚持囤兵彭承州 东面的隐形 然后呢 静候啊 谭道记的军队 那么谢慧一看 这个刘宋的兵啊 不敢出来了 于是乎呢 就得意起来了 哎 觉得挺好 是不是啊 哎呀 这让我打的都不敢出来了 还天真的上表提出条件啊 陛下说 现在处置三亡 陈立刻就乐兵戏归 回去赴任 啊 谢慧正得意呢 当然知道后援团 哎 谭道记到达了 与其合兵一处 战船纷纷停的干边 谢慧一看谭道记的旗号 是又惊又怕呀 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 现在却成了对抗江场仇敌了 谢慧心里可没底啊 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 一开始呢 看对岸敌船不多 觉得也无所谓 是吧 也不马上出战 渐渐的发现 下边上来的船越来越多了 前呼后应首尾相接 一眼望不到边呢 谢慧首帝兵们就没没心思再打了啊 南岸裂剑完毕 便以排山倒海之势 往荆州军猛攻啊 荆州军立刻崩溃 谢慧连夜逃跑 在巴陵就是今天湖南越洋 坐小船往江陵跑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啊 刚刚击败着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翠 还指望着领赏呢 一听说怎么查 谢慧兵败 回江陵 一想得来大事一去啊 连夜孤身一人 投降到眼镜 谢慧部中是走的走 降的降 只得遵照何成天的中策形势 带着弟弟谢顿等人 七人呢 骑马被逃 偏偏这谢顿不争气 身体肥胖 骑不了马 谢慧一路上不停的等他 所以这行进速度非常的慢 终于在治安路沿头 就是今天湖北大湖东南一带 被人给抓住了 哎 结果呢被送去了健康 谢慧兄弟子职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军被判处展 啊 临行之际啊 谢慧的侄子谢时机口瞻四句啊 到位在横海林 壮意垂天意 一旦失风水翻为楼椅时啊 谢慧一听 于是乎呢 就也回应了他这么四句啊 也回应了这么四句 这你说他是 哎呀 临死了 也算是啊 恶人将死亡 说话也善良 是吧 攻随牟西人 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 思路信难稀 那信难治 银罢是声泪俱下 前来送行谢慧之女 乃是彭承王刘义康的王妃 披着发 光着脚 与父亲诀别 堂堂大丈夫 应当横石战场 何谓狼藉都市 其情景啊 震撼发场 旁人也是啊 开探不已 王谢风流 依稀可觅啊 产除了谢慧的势力以后呢 宋文帝刘义龙啊 正式开始了 他的元家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呢 就是解决民生问题 南北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啊 江南的流民 又有增多的趋势 苏文帝在极为初年就花大力气 继续实行流域 初期以来呢 这个土断的政策 清理户籍 并且抑制地方的豪强吞并土地 所谓土断呢 根据咱们现在话说啊 就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 这个政策的产生呢 源于永家之乱之后 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 冬季年间 政府为了安顿流民 就采取了乔治州郡县的这个手段 比如说了 你是冀州来的流民 那么真正的冀州呢 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里了 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 并且呢 在你的户籍上面标名啊 叫白籍 就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 而只是乔居一词 凭借这样的乔户身份 流民就可以获得优负 互免啊 这个调医啊 等等这些负担 由于白籍人口见多 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 增加税收 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 于是就推行了土断政策 就是逐步撤销乔治的州郡县 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 受当地政府的管辖 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纳租税 这个时候呢 也接受摇曳 这样呢 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啊 被完全取消了 那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这个调义呢 就投靠豪强大户 为此呢 政府又采取同步的一个措施 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减队 严惩引爆冒爆的情况 并且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玉之前呢 环温曾经在静埃力的时期呢 推行过一次土断啊 称为叫更需土断 那么这个次呢 是比较彻底的 而刘玉掌权时隔六七十年 江南经过大小战乱 户籍重整啊 也正式时机 所以这次土断呢 就开始于冬季一夕年间 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 因此呢 也叫一夕土断 其主要的特色就是法令言收效显著 在强行推行这个土断的同时呢 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 即位当年 他就宣布一律免出老百姓 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 之后呢 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 减免税收 对于观寡孤独 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 给予药品粮食 以及额外的关照 对于说灾荒地区 由政府呢 出面阵剂 送粮送药 并且呢 发放两种以备来年 你这就是一个好政策嘛 宋国服役政策 沿袭的旧制 南丁年满十三服半衣 年满十六服全衣 世中王洪提出 说人这个体质有强有弱 很多人十六还在那发育呢 更不要说十三岁 基本就是个毛孩子 这样的政策不合理 以至于一些年轻人 逃逸在外 对社会安定很不利 他建议啊 以十五至十六岁的南丁 服半衣 十七岁以上 服全衣 于是乎宋文立呢 也采纳了他的建议 所以经过这么一番调整啊 南方的百姓的生计呢 得到很大的保障 那政府呢 也得到了丰厚的税收回报 可谓是双赢 咱们之前呢 说过 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 特别的好 没什么讲特别的好呢 自要生活安定了 基本上不起事 安民之外呢 宋文立大力整顿励志 提高行政效率 并且从士族当中 提拔了不少人才 比如说前面提到 咱们说的三王 王华 王男手 王红 这都是狼牙王室的成员 像那个英景人呢 那是陈俊英氏一族 谢鸿威啊 还有谢灵韵呢 这是陈俊 谢氏一族 宋文立选拔的 基本都是文士 处理朝政 正是用他们的所长 而另一方面 对于兵权呢 宋文立是牢牢把持的 除了任用道彦之 这样的早年旧部以外 他把几个弟弟 就唐兄弟 什么刘一康 刘一公 刘一轩 刘一记 刘一庆啊 这刘一庆就是 编誓说心语那位哈 风为刺史 各自镇守一方 宋文立本人呢 也很愿意体恤民情 他对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 尤其重视 原家三年 就是公元429年 他就前前后后三次 到严先堂的听诵审案 解决冤狱 后来呢 又经常的去听诵 一般官员十分头疼的事情 他却亲历亲为 既建立了在官员当中的微信 树立了榜样 同时又大大提升了 在百姓当中的形象 可以说这一举呢 是多得的 宋文立这个人 也喜欢永诗书法 对于文化教育也很重视 自打原家15年 就是公元三四百八三十八年的起呢 他先后开设了儒学 玄学 史学 文学四大学馆 由当时的名士来讲学 并且亲自历临听讲 这些学馆招揽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 也聚集了不少呢 求学的学生 宋文立又到国子学当面 考核这些个文化人 对优秀人才进行赏赐 并且授予观止 几十年中江南一带可以说是文丰大圣 那么根据宋书《梁力传》里的描述啊 说文立元扎年间呢 欧语燕安 方内无事 三十年间 这个盲树翻溪 奉上共谣 止于岁腹 陈出莫归 自是而已 守载之职 以六七为断 随莫世不喜 未及朗时 这个而民有所系 利无苟得 家几人族 急事虽难 转死勾取 于事可免 凡百户之相 有事之意 歌谣舞蹈 处处成群 这就是自汉末大乱 孙氏占据江东以来呀 可以说是南方最安定 也是最繁荣的一段时期了 在一片歌舞生平的这个气氛当中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宋文帝呢 也是燃起了雄心壮志 他呢也决心要一扫 北方乱世 统一全国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转过身来 再说说北方的事情了 同样年轻的北魏黄黎拓跋涛 并没有抓住头几年南方内乱而难起 他的国家呀 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 在这位崇尚武力征服的统治者面前呢 文质高于武功的刘宋 还排不上号 西面的世仇赫连下国 才是他早想消灭的眼中钉肉中刺 赫连伯伯统治时期 北魏忙着对付柔然和消化河南地区 下国忙着与西面的西勤抢夺地盘 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 这样的状态呢 一直维持到了北魏始光元年 就是公元的424年 前面呢 咱们曾经提到 下国在这一年呢 发生了内乱 赫连伯伯有不少儿子 原先的太子呢 是长子 赫连伯 那么这个人呢 也像他父亲一样 特别的好武力 在公取长安的战役当中呢 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然而赫连伯伯晚年呢 却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儿子 他这个小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小儿子啊 叫九泉公赫连伦 这个时候他就想废掉赫连伯 而改立赫连伦 赫连伯听说之后 十分的气愤 就带着七万兵马 攻打赫连伦 赫连伦呢 也不示弱呀 自领三万兵马迎战 这个胡人 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统律力 也的确是让人很佩服 你看小小年纪 领着三万兵马 就迎战了 你这也厉害 结果两军这么一交战呢 赫连伦就战死了 这时候赫连伯伯的 三个儿子赫连昌呢 又带着一万骑兵 突袭赫连伯 赫连伯被杀 赫连昌合并了他的部中 回到都城统拜 那么赫连伯伯呢 不以二子相争战死而悲 而以赫连昌平乱精彩而喜 当即立赫连昌为太子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的四百二十五年 赫连伯伯病死 赫连昌呢 就成了下国的皇帝了 拓拔涛那么一听说 赫连伯伯死了 那心情就跟前几年 拓拔四得的流域的死讯 一样兴奋的 拓拔涛准备用兵 北魏内部呢 就出现了三种意见 把漠北看作固有势力范围的 先卑贵贵族 长孙松 长孙浩 西金等人呢 都认为应该先讨伐柔然 柔然若逃顿呢 就追到底 不管抓不抓得住 他们的首领 都可以有一大笔收获一冲 军用 另有几个官员则认为 可以先消灭 东面的小国北燕 前面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 太常崔浩禁言 说如如 如如呢 就是北魏军臣呢 对柔然这种灭称 认为呢 这柔然呢 就跟虫子一样恶心 所以叫如如如动如嘛 是不是 当然这个发音呢 也是咱们现在叫如如啊 当时那个发音呢 就跟这个软有点类似啊 就说这个 说他们呢 逃起来跟鸟兽一样 如果派大军追啊 肯定是追不上的 如果用清兵突袭呢 又恐怕不足以消灭完 而赫连市的国土不过千里 刑罚残暴 人神共分 微臣觉得呀 还是应该先罚下国 掌孙松坚持认为 下国如果像宋国一样 坚守城池 柔然再趁旋入 可就危险了 土花超对崔浩的意见 十分赞同 看着掌孙松呢 就不顺眼 就斥责他为官贪污 命令身边的武士 抓起他来 拿锚袋去撞毙去 这叫顿辱之法 这是游牧民族 使用的一种 侮辱性的惩罚手段 其余大臣呢 也就不再敢有什么反对意见了 到时光三年公元的 四百二十六年 北魏兵发平成 下国的河东重镇铺板 周己带一万人攻打陕城 并且由原先东晋的平洋派手 薛辩之子薛锦带路 托巴涛自领士万大军 直取统万城 打首都去了 实直隆东啊 托巴涛的军队 进行进到了君子金 就是今天内蒙古 准隔二期东北黄河边上 黄河风洞 托巴涛便带着两万青旗 冲过黄河 向统万城杀去 冬至日 魏军距统万城只有三十多里 沿黑水边 摆开阵势 赫连昌正和群臣饮酒作乐呢 匆匆披挂上阵 迎战魏军 打了败仗 慌忙退回城内 托巴涛身边的魏士 豆袋田呢 就趁着城门来不及关闭啊 带着一批人就冲进去了 把西门就给烧了 赫连昌赶紧关闭了宫门 这才阻住了魏军 托巴涛一看天寒地动 不利于攻城 就派兵呢 在城中大肆抢掠 得到了十万多头牛马 又下令呢 将城中一万多户居民呢 全部迁徙回国 给赫连昌留下一座 空空荡荡的国渡 魏军的其他两路呢 也是很顺利的 统万城战略 下国境内 蒲白陕城等地的下国守将 也没有心思再打了 都弃城逃跑了 西秦趁势攻入长安 北魏方面 唯一的损失 大将周己病死于军中 还不是战死的 西面的西秦 北梁以及求迟呢 听说北魏进入了关中 纷纷派使者 向托拔使归府 赫连昌勉强保住了统万 但已经没什么兵可用了 这个时候下国的主力部队 还由他的五弟 平原公赫连定率领 和西秦打仗呢 赫连昌急令赫连定 回军攻打长安 魏将西秦呢 也不是等闲之辈 指挥部中与赫连定 在长安相持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 托拔韬见下军主力 被牵着在长安 统万空虚 于是乎呢 就想卷土重来 他下令军事在 殷山一带大伐木材 修造工程的器具 准备一举拿下 这座赫连伯伯时代 号称坚不可摧的都城 北魏始光四年 公元的四百二十七年 魏军再度兵发平城 拓拔韬以司徒 长孙松等人 率三万骑兵为前驱 常山王拓拔肃等人 率三万步兵为后继 南洋王拓拔福珍 率三万步兵 负责运送工程车 将军赫多罗 率精锐骑兵三千居前 听后调遣 自己则亲率数万主力军 大气一挥 直指下国国都统万 大军渡过黄河之后 行进比较缓慢 拓拔韬决定 带清骑先行 大臣们都认为统万城 成尖南拔 不如等步兵工程车都上来 再统一行动 而拓拔韬说什么呢 用兵之道 工程最下 万不得已才考虑工程 如今若是步兵 工程车都开到城下 下军必然心生恐惧 坚守不出 要是一时打不下来 良绝兵疲 进退无所 那可就不好办了 不如咱们以清骑兵 直接杀到城下 下军见我们步兵都没到 守城的意志 必然放松 我军在不断示弱 也许他们会出战 那就容易对付了 我的清骑兵前有奸诚 后无支援 此乃直至死地而后生 用这样的军队不足以攻城 可若是在野外决战 那可是绰绰有余 于是他点了三万清骑兵 背道前行 往统万扑去 统万城中 贺连昌原本打算坚守不出 等贺连定那边 把西京搞定了 再回师合攻卫军 土阿涛故意向下军示弱 贺连昌也一概不理 土阿涛无奈 几万大军只好驻扎统万城附近 眼看着后援位置 粮草将近行是个不容乐观 结果这时候天助强者 魏军营中有一个犯了事的小兵 害怕受处罚 就跑出来了 进入了这个统万城 去向贺连昌报告情况 说完了 现在魏军粮食快吃完了 士兵们都要以野菜为食了 步兵工程车都还没到达 应该趁早进攻 就是阴差阳错的情报 帮了魏军的忙 以至于咱们都有点怀疑 是不是拓跋涛失的诡计 这都有可能 贺连昌一得着可靠情报 十分的高兴 就亲率三万步骑兵出城迎战 掌存松一见 下军战阵严谨 不易攻击 就劝拓跋涛 暂避锋芒 拓跋涛说什么 我远道而来攻打统万 只是怕敌人不出动 现在既然出来了 我若避而不战 则是掌笔着志气灭 挤着威风 绝对不可以 我军营诱而兼职 说着就收起人马 相装败逃 这个时候下军 也是骑兵实力强劲 他们于是乎 就开始兵分两翼 一路紧追卫军不舍 大概走了五六里 结果忽然有一阵风雨 自东南袭来 这玩意叫飞沙走石 这一下子可事大了 是不是 天色昏暗 卫军士兵无法正常行军了 一个颇通方数的随军太监 叫赵尼就对兔八套说了 说如今风雨交加 我们逆着风 敌人顺着风 天不住我 而且降甚极可难耐 陛下不如陛下 是吧 陛下陛下 改日咱们再战斗了 旁边的崔晃一听怒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军行千里而为取胜 已经定下的计策 岂可变更 敌人贪尽不止 已无后援 我军应该埋伏起来 分开两路攻其身后 正好能利用顺风的优势 所谓风向优劣 关键在于人 哪里有什么天势不变的道理 陛下陛一听 好 说得对 深表赞赏 就把大军分为左右两队 转身对抗卫军 陛下陛下陛 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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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 忽然战马倒地 自己跟着就摔下来了 下国士兵纷纷来勤 幸亏有宗室拓拔旗 以身捍卫 这才将敌人杀退 陛下陛重新上马 亲手赐死下国的将领 狐狸文 年轻的皇帝 手中流屎 仍然是浴血奋战 杀死了十几个下国的骑兵 这一举啊 是大大的激励了 魏军士气啊 而下军则已经溃不成军 死伤伤万了 皇帝和连昌 根本控制不住败事 被反击的魏军 一路追到统万城北 来不及进城 带着残兵败将 就逃往了上野 那么 逃的逃 追的追 最后 拓跋涛究竟是否能够抓住贺连丁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